日前寿丰香丰平一处民宅 因为屋主主食用火不慎而引发大火 火势顺着风势吞没了居住65年的老式木屋的客厅厨房 也熏黑了所有的卧房和家具等 连家门口赖以待步的交通工具都复制一具 寿丰香両刘耀中 28号上午在志工团团长曾淑怡陪同之下 前往丰平火灾户制政慰问金还有棉被表达了安怀之意 丰平输家日前因为用火不慎引燃大火 寿丰香両刘耀中在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慰问 苏家的家具机车生活物品复制一具 乡长也立即指派村干事协助 并且前往志宋慰问金 希望可以协助苏家渡过难关 这个期间我们两个夫妇都很平安 可是在家里全部都复制一具 全部都烧光了 我们相公主就启动社会的资源 跟平常的救助 来协助他们 来重建家园 然后清理这个现场 那个汇气的东西 把很快的把它清理完毕 汪平春书家老先生高龄84和83岁的妻子同住 平常休闲务农兼养老 依靠老农今天来生活 怎么知道煮个东西就引起大火让财产复制一具 两个老大人相当感谢寿风箱工作帮忙 也希望可以赶紧让生活步入正轨 谢谢刘明顺受风箱报道